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无论申请集会也好 申请游行也好 警察基本全都拒绝 而在各区呢 即使是拒绝 人们会按照那个时间点 人们会到那个区域去集中 这是在我们看到过去时间里看到的 基本的背景故事是类似的 而警察在有关像催泪瓦斯 燃烧弹等等这样的一系列东西上 毫无节制 已经变得很随便 他没有什么现场指挥了 具体警察想开枪就开枪 想扔催泪弹就扔催泪弹 就已经变得非常的直接了当 而在抗议的人当中呢 你如果把它解释成暴力化呢 它是有着一种趋于暴力的概念 因为在这种背景之下 比如说警察扔了催泪弹 一开始人们去熄灭它 现在不是 现在非常普遍 就是非常普遍的 有的人 他有设备好自己的装备了 拿着催泪弹就扔回去 或者直接射路障 或者直接扔燃烧瓶 完全以一种对抗的形式出现 所以在香港是有点像 一到休息日 一到晚上 就是人们白天该上班上班 但一到星期日 一到晚上的时候 就开始全面的冲突 那到昨天呢 比较厉害的就是警察冲记者去 比较厉害 有一个立场报道 那一家媒体就叫立场 那个记者呢 被人 被警察用橡皮子弹打伤了腿 打伤了脚大概 当时视频有 我看到了 打到他的之后 砰就给他打了一根头 那人受不了 近距离的 还有一个比较突出的视频 那个警察都要离开了 坐车上车了 他把车后门打开 砰就一抢 还有一个视频是 一个女警察 那个女的 如果你目测的话 小小的女孩 她比一般她周围的警察要矮很多 她拿着枪 就像这个打扒场里面打猪一样 就这么打 没有任何截止 没有任何截止 而警察里面 混透了一些 通常我以为应该是大陆的了 那你说是不是当地的警察 因为他也知道这是一个过程了 拿着手机自拍 俩警察在路上就自拍 因为他们都穿着那种 穿着警察的服装 所以现在警察里就显得非常的混杂 非常的混乱 但出现一个特别的现象 挂牌 现在出现挂牌了 这个都是贴牌的 但是个白纸的卡片 在这个右侧上 插在里面 不是 白纸的卡片是手写的 有的可能是打印的 手写的也好 打印的也好 你是香港的政府的真正的执法部门 不可能这么随意吧 我提出的看法就是不可能这么随意吧 你即使在任何一个地方开个会 人的挂牌是胸前也挂个牌 那个牌有的名牌会比较讲究的 做得好看一些 那你政府执法部门 你拿大马克笔 就那种大水笔卡卡 KVY什么之后拿 可能吗 那但是在星期六星期日 街头出现了 警察很多都带这东西 我注意过这个白卡 这个白卡出现大概在 八月底 九月初 八月中旬好像有了 但九月份出现白卡 有人有白卡 有人没白卡 当时在报道当中 人们提到说怎么这哥们还戴一白卡 那正式的警察是在肩头 或者是在肩膀肩头上 是印上的 印在他衣服上 每个人的体型不同 你的衣服装的号码不同 对不对 所以他印上的 那是比较正式的 或者在帽子上有 这白卡可谁都写 那我说什么意思 有朋友说警察改进了 我觉得不是 警察必须带自己的警号 这是规矩 对不对 这是规矩 这是法律制定的 当你警察通知蒙面法的时候 那你警察却是明明确确的违法 在今天的香港警署中 混入了大批的被中共政法委安置的大批的公安武警 他们没有恰当的服装 香港警察也没有恰当的时间 能够制作这么多服装 他就跟警察必须有警号 这条规矩给冲突了 这是法律 所以为了让他们合法化 为了堵住抗议人的嘴 他们用手血插在这地方 原来的警察的服装 这地方不戴这个坎 后来8月31号之后 大陆来的警察戴这个 他是连服装在镇压工具一起戴进来的 包括他的盾牌 应该是这样 你看看 在过去时间里 包括2015年 2014年的雨伞运动 什么时候警察这儿贴个白牌 反正也不知道他们是骗人 还骗自己 反正他就这么来了 你说这个说那没有用 我觉得没有用 它是个过程 美国之音有篇报道文章 题目这么说 香港星期日再一次爆发 强烈的警民冲突 周末一些集会 游行规模有所减弱 但冲突并没有下降 在监察嘴 27号下午 叫做追究警报 守护民众集会 抗议警方暴力 警民冲突没有降低 集会开始不久 警察就开始放催泪打 到晚间出动了水炮车 三点钟要开始 结果一点多 陆续有十多位黑衣人 在监察嘴开始狙击 那现场有数十名警察 市民质疑 指骂以围住鼻口等警员 质疑他们不应该蒙面 也没有出示伪认状 而警员则要求其他警员 给市民录影 这些都是在过往时间 其实都有了 有些摄影师遭到警员的询问 并要求出示身份证 跟记者证 在昨天出现了 对记者的直接的冲突 其中他抓了一个女记者 那个冲突场面蛮特别的 那女记者什么都没做 她非要抓 那女记者后来用英文就问 你要给我送到哪去 她说给你送到香港警察派出所 所以警察的恶那种坏 他的执法完全是以暴力的方式 以宣泄个人的那种愤恨 他对香港人的愤恨 故意这么来 后来那个人呢 据说压了七个多小时就给放了 所以他是故意找茬 故意乱来 他给放了 证明没有任何麻烦 对不对 人家也没做错任何问题 那警察为什么这么做 如果警察抓人又给放了 没定任何罪 是警察的失职 那是没错的 他没罪 你为什么要抓他 这是今天香港现状 部分集会的人到了其他地方 大批警察在场戒备 举蓝旗黑旗 那要求人们返回人行路 相互对质 入夜以后 望角地铁站出口处 有人怀疑扔了汽油胆 出动水车等等等等 一些记者在内人遭到了胡椒水 跟蓝色的胡椒水喷嚏 在昨天晚上看到比较多的 就是比较冲突的 就是警察故意对记者下手 香港财政司长讲 香港经济步入衰退 抗争运动四个月 他说香港经济第二季度是负增长 第三季度持续 那香港经济意味在技术上 出现了衰退 而且呢 在扩大它的程度 18号发表的统计数据 旅游业 消费旅游业相关的企业 衰退幅度相当大 失业率上升 大幅上升 上升到六年来最高 财长在星期天 在他的财长的网站上声明 未见起色 全年增长预期目标是 百分之零到百分之一的预测 很难保证 很可能出现负增长 他说八九月份 合计跌幅 就是旅游业的防岗人数 百分之三十七 那就非常大的 本来来一百个人 他跌了少来了三十七个人 他说十月份会更加的恶劣 跌幅扩大增加到百分之五十 零售业 商铺很多是被迫休息半天 甚至整天休息 所以基本如果你这么讲 就是他的主要是旅游业 与人相关的行业 大幅度衰退 那个开店铺的卖卖的 他就交不起低租啊 交不起铺的钱 份儿钱的话 他能停几个月 当看不到头的时候 当某道走一个 走到某一个极点的时候 就会崩盘的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